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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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刚刚接访了大多数民众发现大家好像都觉得一定要名校毕业或是理工科甚至读过研究所才能进入ASML 那实际上到底是不是这样就让我们今天来突袭ASML的云空 Pablo 我来突袭采访你 你怎么站着工作啊 其实这个是我们公司比较特别的 叫做ABW 然后我们工作的时候 要站着或是坐着 我们都可以自己想自己的安排这样 注重人体工学这样子 我来艾斯莫三年 然后我的工作算是品质改善 我其实进来艾斯莫大概将近三年的时间 那我职位是HMI GSC 我进艾斯莫两年半的时间 我现在在艾斯莫大概三年的时间 那目前在电子树设备检测部门 担任新产品导入的Project League 我加入艾斯莫尔大概五年半的时间 我是念外国语文学系 那学的主要是语言学跟文学 我自己是理工背景 我是机械系出身 我小时候是化学系的 其实我觉得硕士学历并不一定是必要 像我自己就只有学士学位 自己实际上加入之后发现说 其实公司内部提供一些很完善的一些受训机制 让很多其实有想法或是有能力或是逻辑清晰的人 进到公司来都可以接受到这些很完善的训练 真的也不会耶 因为我们的人真的是来自各方各个背景 五五四海都有 真的不是只有说是有名校或是研究所毕业 像我自己也是大学毕业这样子 在ASML也很常进行跨部门的合作 所以如果你可以了解每个利害关系人背后他的目的 以及他想要达成的性质 去满足各个利害关系人的这种需求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公司看这种会是针对我们文化差异的大家的尊重 各国的比如说亚洲欧洲美洲 大家的文化差异以及大家的想法上可能都会不一样 那你怎么样去理解以及尊重彼此 然后去把一个事情做到好 然后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我觉得公司最看重的其实就是我们说的3C的这样子一个人才 第一个是care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 爱斯莫尔其实有来自各个不同国际 那甚至有不同世代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才 那怎么样我们去不管说是倾听意见 然后尊重这些多元这是第一个 那当然第二个的话我会说是collaborate 我们要怎么样透过团队合作 来去有一些纵效然后工创双赢 这是第二个跟我们说的collaborate 第三个的话我会说是challenge 那怎么样在过程里面 透过自己的一些思考辨证 然后来去勇于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那这三个我会说是公司最重视的三个特质 毕竟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 它还是会需要finance啊 marketing这样子不同的人才 我本身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 不是理工背景人才 也不是工程师的ASM员工 只是我们在办公室其实有不同的职务 那不同负责内容业务其实会有很多不同背景 不同学经历的人 也不是只有理工科才会进到艾斯莫尔来 就是我就自己是一个例子 好的经过我们刚刚的突击访谈 我们发现ASML的员工组成非常多元 他们外文商管等非理工科系的人 有占比到35%哦 是不是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呢 下一集我们将带你突破 外商公司的英文能力迷思 持续锁定我们的ASML调查局 我们下一集再见 本长期待 咱们再来 本长期待 但是 已经有点 跟 现在 现在 这 没 看